大家好 今天我再给大家看一颗 我的黑天鹅 应该叫黑珍珠 天鹅蓝吧 看 它一个冬天 我觉得有大概两三个月没有管它 然后一个月之前 发现 它长了 新的小牙 我应该是拍过视频 说它很小 结果现在也是一直没管它 因为我看那个Sophie's Garden里面 Sophie讲 就是在天鹅蓝 在它的牙呀 没长够两到三寸长的时候 也是不需要理它的 不需要给它浇水的 所以我这个就是 一直留着 但是我前两天给它浇水了 因为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长了 因为第一次养 有的时候Sophie也讲 不太忍得住 我觉得有事 就不太忍得住 当时这个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茎啊 当时是比较扁一点 但现在浇了水之后 它很快的就饱满了 长得很壮 然后这颗小的也是 也是长得更壮了 一开始都 这颗小的尤其是 比较的干别 那现在这个 这个新的苗 长得比较好 然后它的根 还是长得挺不错的 一般的讲呢 这个天鹅蓝 其实是非常好管理的一种 一种蓝花 有几个月你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它有休眠期 只要等它发芽了之后呢 你就水和肥都跟上的话 它就会很快的就会长得很好 看我觉得它确实 因为我第一次养嘛 但是我觉得确实 如那些专家 或者是那些高手们说的 我觉得确实很方便哈 不需要太多的管理 冬天两个月不管它 就放在阴暗的地方 让它休眠 等它长出一些芽了之后 可以把它拿出来 放到光线明亮的地方 然后等它慢慢的这个新芽 长得够长的时候 它的根长得够壮的时候 然后就给它可以浇水 施肥了 然后它就可以长好了 据说是这样哈 我第一次弄我 心里也没有太有底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我现在这颗的情况 我觉得它是不错的 非常好 好期待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有花 好 那我 这就是它的名字 这里一下 不太看得清 那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分享到这里 到时候等它再长大一些 我再做一个后续的追踪吧 好 谢谢大家 也是非常建议大家 养这么一颗天鹅蓝 谢谢大家 再见